干嘛去啊 回家偷糊盒本啊 咱俩现在这样 不就挺好的吗 有道理 又好像没道理 不过 我现在只想做一件事情 干嘛 你给我放开 走喽 这以后就是我的城了 晓晓 我有很多梦想 每个梦想里面 都有你 爸 您放心吧 我现在很幸福 我想我会一直这么 幸福下去的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谢谢 早 早 事情处理完了 解决完了 您现在整个人啊 看起来没有那么多烦恼了 也特别轻松 看起来也开心多了 接下来就要好好工作了 没问题 好 陈总 上次你问我的那个问题 我现在有答案了 沈侯她对我来说 不是烛火 也不是灯光 她对我来说是太阳 有点肉麻 有吗 程总总 早 那我注意点 程总总 早 你知道吗 我当时差点和沈侯晨同班同学 但是我高考的时候 出点事故 我高出的录取分数限十一分 但是我还是没能上第一支援的华大国际贸易系 我最后勉强调党调道的金融系 事故 算了 具体的我就不跟你说了 高出这么多分还调党 不应该啊 所以我才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呀 你要不要喝咖啡 我帮你磨一杯 不用 谢谢 你这些是什么 真的是 真正人 真正人 不论 不论 你这些是什么 你也会帮你去找个序长的 你也会帮你帮我去找个序长的 一段通积 REAL � ед 我找个序长的 你没事 查得怎么样啊 事情有点举手 好像有人故意严谎了什么 再给我点时间 吴总 钟辉这个项目再不推进 会把我们前期投入都打水漂呢 我已经说过了 钟辉的情况特殊 现在暂时停下来 是为了避免 决策上出现重大失误 等这段时间过去了 我们再重新推进 但吴总 这中间的损失怎么算 我们要是现在不跟进 到时候让别人想了先机 那后悔也来不及啊 不好意思 打断一下二位 正好说到这个问题 两位又是负责中规合作的 这个项目目前前期账目 有一些问题 我想向两位请教一下 账目问题 吴总监什么意思啊 没有别的意思 我作为咱们公司财务总监 对项目资金的投入有一些疑问 吴总啊 这倩倩好像对我这叔叔 有点不信任了 倩倩不是那个意思 不好意思 我不是不相信二位 只是这个项目资金流 她的确没法理 我在公司做了二十年了 一直尽心尽力 怎么 现在当着大家的面 怀疑我 中辉的事情完 我们是检察院的 乃威是吴天胜先生 爸 只是了解情况 回去跟妈妈说 不要担心 这是怎么了 这是什么情况 出什么事 怎么了这是 都不受我 就是了 我 都不受你了 不受我 我依然我 没有我 我 那我就 我 你 倩倩 你怎么还没走 下午人事部的人说 公司因为面临危机 部分员工停职 我也是其中之一 这不马上要走了吗 我来给你告个别 有什么可告别的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毕业的时候 我们已经告个别了 你怎么还不走 我以为 我们至少也算朋友嘛 朋友 你是这么想的 不是吗 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朋友 只有利益 相信朋友 就是我这样的想象 看到了吗 我这就是相信朋友的结果 凭什么 凭什么什么倒霉的事都发生在我身上 老天爷他从来都不拱起 要报应应该报应在背叛我们的人身上 你还在记恨颜小辰啊 难道不是吗 难道不应该报应在他身上吗 那你先看一眼赵总那个项目 聊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吧 他 outreach 我看了 看我干什么 我做发生的时间 就到了 说呢 我跟肥子跑好 跟肥子跑好 我是不是双眼赵总工 我这个也会不消费 陈总 乔总 我这不是欠着债主的钱吗 想要早点还钱 所以才要加倍地努力 好还清债务 这是我自愿的 公司没必要负责 债主 你这么想 你的债主应该很欣慰吧 听说日经科技那个项目 分析被Sindy驳回了 一次不行就再做一次嘛 秦总弄不住 这么说下午的会议上 能看到你的第二办法案 我很期待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也很期待 日新科技现在的资讯等级频道的是3A 万和科技频道的是2A 谢谢 所以说你的这份方案 日新科技这个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是最高的 对 怎么样 还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这份报告 数据详实 参考了日新科技和万和科技 包括经营状况在内的所有必要数据的综合评估 而且连信誉度抽样都有 说实话 我是第一次看一个新人 把一个分析报告做得如此面面俱到 我没有问题 非常好 现在对他们显得很好 应该怎么办 我真的有什么 更多富费 对 这是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的课程 我们的课程 不了 没有 不是 这第一次目的 我们的课程 终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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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